老大 啊 拿快递去 走 尝尝的 哎呀 买了好吃的 哎呀妈呀真好吃呀 满嘴流油 你尝尝 我不吃 好久都没有出门拿快递了 关键是我们这边收不了 现在可以收了 看我列了一张清单 一次性到了16个快递 他俩吃了吗 吃了在外面吃了 他还生怕被你发现呢 走喊着他们一起去 走 爸爸上车上 这16个快递 肯定是要推一个车子去的 去的时候推弟弟 来的时候推快递 没毛病 走 刘雨昂 刘雨昕 刘雨昂 估计他们又跑大个小区外去了 今天老冷了 你看穿个短袖出来了 快回家拿去 我等着你 钥匙呢 钥匙放在弟弟订奶的箱子上面 你干啥去了呀 甚至也不知道吃上了 是不是在我这门儿两小区 回家吃了 买了这个啥玩意这是 蜗牛 那蜗牛 哎呦买了一个这个 大肠 这两个家伙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咱们别等他了 行回来再给我买个好吃的 走 来吧我的宝贝 这个就让你自己去了 你打他一样脸干什么呢 不小心 这个家伙有动手的毛病 经常就是这样 打人家下 摸人家下 说是给人家玩的 你快去吧快点 我就是给他们玩的 疯疯癫癫的 姐姐怎么打你的呀 拿快递的人超级多 看老大这矮小的身姿 在人群中被淹没了 你自己抱着走吧 弟弟在车上不方便 不行把弟抱下来 这是你打他一下的补偿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比我吐 我再去拿快递去 你给我买个猪虫弄出去 ok 给我拿个粽子 要黑的 多少钱一个 两块五 好嘞 这边也需要排队 给 姐姐帮你拿着你尝一口 嗯 你先吃一口姐再给 真轻化 你给他呀 说吃一口给人家的 我还想吃 再给你买一个 买个白色的 这要一个白色的 谢谢 姐姐的大 你看 我发现这个小女孩现在怎么 这么嘴馋的 因为我现在是长生气的时候 吃饭 我才有力气给你搬给人快递啊 没毛病 有道理 甜不甜 谢谢妈咪 谢谢妈咪 帮你 帮你 我先帮你 还有一家的客厅 你先拿去吧 交给你了啊 ok 东西不是白吃的哦 嗯 这一家的人比较少 走进去就拿 妈妈咱今天这来进货了吧 这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原因吗 我怕买不到吃的 腿了这么多 结果不发货 现在才给发 嗯 你还怪那个啥呢 接下来有请妈妈表演 大型钓快递现场 哎 今天没钓 我这进水能钓吗 起来 儿子 我们拿完快递啊 你们两个跑过来了啊 我们去那个小区玩了呀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们两个去那个小区玩了吧 走回家吃饭去吧 好 他俩他吃粽子了哟 我吃两个哟 一个紫色一个白色的 可好香啊 给我买一个 不给你买 你又没做什么工作对吧 给我买一个 弟弟刚刚拿丢了五块钱 他的两个人 跑到那边去找了 如果他们能找到 正好给他们两个人 每人买一个粽子 这个小家伙光搬快递呢 把钱放地下了 我们都忘了是不是 找到了吗 真的假的 还能找到呀 妈爷爷我让老大去找 老大说肯定是被人家 捡走了 他真找到了 对 给你俩买好吃的 走 我们两个人学会了个 我给你跳一下 跳吧 好 好了好了 太尴尬了吧 哦这样跳的呀 真好看 转转转转转转 转转转 晚上我们吃的窝拉牛子 看谁能吸出来啊 出来了 枪子窝拉 吸这个绝对是个技术活 你要猛的一用劲才能吸出来 都呛我鼻子了 不好吸不能吸 你还是用牙筷扯出来吧 让老二来表演一个看能不能吸出来 吸不出来还有咬签弄吧 你方法不对 我不会 老三你能吸出来吗 我试试吧 吸出来了 哎呦 还真的挺厉害的 这下面是不能吃的去掉 你们看这肉大不大 好筋道呀 得劲不 得劲 剩下的你俩能吃完不 能 吃完那就吃吧 拜拜吧 拜拜 老大 干嘛 你说骗一下是和别人玩的 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嗯 改掉啊 但是我只是对他们两个人这样 其他人都不这样 还有弟弟 那你看你们好几次吵架 不都是因为这个吗 姐妹吗 咱们 咱们